好 已过的英国女王呢 她的资产有多少 其实大家都不是很清楚 以及她的遗嘱 她的这个遗产分配上面 也是不会公开的 目前只能估算说呢 她的这个个人 私人的资产的净值 大约是5亿美元 也就是呢 超过了台币154亿 真的是非常的有钱 那我们再看到 是包含是女王 她个人的一些收藏啊 珠宝啊 这个画作啊 投资等等 还有房地产 这些通通都会直接由 新国王查尔斯来继承 而且呢 是不用缴任何的税金的 我们再看到是 其实这个王室的这个资产呢 是来自有三大区块 第一呢 就是君主铺块 这是指呢 这由王室所有的 这个房地产公司 就是叫做 英国皇家财产局的部分 他们的这个房地产盈利之后呢 上交给国库 英国的财政部 然后再拨一定比例的金额 给这个英国的君主 我们就看到是在这个 2020年到2020年之间 一共是拨款了 8630万英镑 这约合是 大约31亿台币 也是很惊人 而且不止如此 再看到的是 王室的私产的部分呢 是用在是支付君王 跟王室成员的一些 开支的部分 这个钱呢 是来自一个叫做 兰开斯特公国 这也是王室 他们独自所拥有的东西 也是不会出现在 女王的遗族上面的 而这部分的价值被预估是 大约是有6.52亿英镑 约合是236亿台币 而他的净盈余 是超过了8亿台币 而这些通通给下个国王之后呢 也都是不用缴税的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